但以礼书第三章 尼布贾尼撒王造了一座金像 高27公尺 宽3公尺 树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上 尼布贾尼撒王派人召集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裁判官和各省所有的官员 要他们参加尼布贾尼撒王为所立的像举行的揭幕典礼 于是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裁判官和省内所有其他的官员都聚集起来 参加尼布贾尼撒王为所立的像举行的揭幕典礼 他们都站在尼布贾尼撒所立的像前 那时传令官大声呼叫说 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啊 这是传给你们的命令 你们一听见脚、笛、琵琶、贤琴、竖琴、风笛和各种乐器的声音 就要俯伏向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下拜 凡不俯伏下拜的 就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 因此 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 一听见脚、笛、琵琶、贤琴、竖琴和各种乐器的声音 就都俯伏 向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下拜 那时有几个迦勒底人前来 污蔑、控告犹大人 他们对尼布贾尼撒王说 愿王万岁 王啊 你曾下令 凡听见脚、笛、琵琶、贤琴、竖琴、风笛和各种乐器、声音的人 都要俯伏向金像下拜 凡不俯伏下拜的 就必被扔在烈火的窑中 但有几个犹大人 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政务的 沙德拉、弥撒和亚伯尼哥 王啊 这些人不理会你的命令 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 当时尼布贾尼撒勃然大怒 吩咐人把沙德拉、弥撒和亚伯尼哥带来 他们就被带到王面前 尼布贾尼撒问他们说 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啊 你们真的不侍奉我的神 也不向我所立的金像下拜吗 现在 如果你们想清楚 一听见脚、笛、琵琶、贤琴 竖琴、风笛和各种乐器的声音 就俯伏向我所做的向下拜 那还可以 如果你们不下拜 就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 哪里有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 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回答王说 尼布贾尼撒 这件事我们无需回答你 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 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拯救我们 王啊 祂必拯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和你的手 即或不然 王啊 你要知道 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 当时尼布贾尼撒 向沙德拉、弥撒和亚伯尼哥 大发烈怒 连脸色也变了 吩咐人把窑烧热 比平常猛烈七倍 又吩咐他军队中几个最精壮的士兵 把沙德拉、弥撒和亚伯尼哥绑起来 扔在烈火的窑中 于是 这三个人穿着外袍、长裤、头巾 和身上其他的衣服被绑起来 扔在烈火的窑中 由于王的命令紧急 窑又烧得非常猛烈 那些把沙德拉、弥撒和亚伯尼哥 抬起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 而沙德拉、弥撒和亚伯尼哥 这三个人仍被绑着 落入烈火的窑中 那时尼布贾尼撒王非常惊奇 急忙起来问他的谋臣说 我们绑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 他们回答王说 王啊,是的 王说 但我见有四个人 并没有绑着 在火中走来走去 也没有受伤 并且那第四个的样貌 好像神子 于是尼布贾尼撒走进烈火的窑口 说 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弥撒和亚伯尼哥啊 你们出来到这里来吧 沙德拉、弥撒和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 那些总督、总监、省长和王的谋臣都聚拢来看着三个人 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 衣服没有烧坏 身上也没有火烧的气味 尼布贾尼撒说 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差遣使者拯救那些倚靠他的仆人 他们违抗王的命令 宁愿舍命 除了自己的神以外 不肯侍奉敬拜任何其他的神 我现在下令 无论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 凡说话得罪沙德拉、弥撒、亚伯尼哥的神的 必被碎尸万段 他的家也必成为废墟 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 于是王在巴比伦省提升了 沙德拉、弥撒和亚伯尼哥